山宿舍里 读书读到一半 爽头一看 以怎么一只猴子躲在窗台上 眼睛闭着呼呼大睡 睡好睡满超舒服 学生目睹这奇葩一幕 实在傻眼又无奈 原来因为山陀儿的台风 把猴子的家吹没了 可怜 风都把他们家吹没了 跟猴子一起上课蛮酷的 他们应该还是有洞穴可以躲 有些可能被掩埋这样 他们家人被破坏 但是同时也会蛮害怕的 台风肆虐高雄 山崩树倒 猴子的家园被吹到满目疮痍 整群猴子无家可归 全都跑到大街上 挂栏杆的挂栏杆 躺地上的躺地上 大批猴曲惨成游民 成了台风另类受宅户 有民众担心说 会不会因为是树倒了 然后猴子没有休息的地方 其实比较不会 他们还是会在周边活动 高雄财山土石流不断 猴子山上的家没了 只好跑到市区 比较素稀的地方睡 中山大学周遭猴子本来就多 这下更因为台风 猴子快要比人多 不过受灾的不止动物 连植物也惨兮兮 全淹水 我的山药园 全淹水 大水冲了 要费很多很多时间重新整理 号称新北健康三宝之一 生产在新北双星的山药 26号还即将举办山药节 结果也被台风摧残 一大片农田全被土泥覆盖 农民赶着跪在田里抢收 但根本赶不上水淹速度 山药田几乎嫩光光 上个月才受到低气压 致灾性大雨淹过一次 没想到这回山药儿 再次让农田变池塘 紧急抢收不到三成 农民们也欲哭无泪 实在好无奈 台风固境 农植物全部都受灾 惨兮兮 记者分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